为在花莲火车站前国联五路上的 慢坡假期饭店 近日进行拆除作业 1号下午不明原因大楼倒塌路面 消防人员获报后前往救援 而整个饭店倒卧在街头上的画面 让人相当震惊 而这起意外也造成附近商家有断电情况 新车介入器拍到了大楼倒塌的画面 看了令人惊悚万分 感觉要有地震就对 然后就看不到路了 看不到路了 然后就跑出来了 当时你就在旁边 在这边修车 修车 然后那时候是不是整个烟尘都起来了 对了就看不到路了 老板是有看到最后的画面 有一台黑色的车 不知道没有过分 有一台黑色的车 有没有听到声音 有啊 你听到有没有发现说自己车被压在下面 有啊有的时候听到这边啊 怎么办 怎么办就看他怎么处理啊 倒塌的烟波假期饭店 原本是一栋七层楼建筑 因为接近花莲火车站 过去受到了不少路客的青睐 不过这间饭店后来因为设备老旧 2017年传出以4.8亿元转售新的买主 并且在2018年申请停业 根据了解这一栋大楼已经进行拆除作业两个星期多 目击者表示上午看到拆除作业就感觉有点危险 像是快倒塌的样子 其料今天下午3点4分左右 工人拆到一半的时候 一次施工不慎 整栋大楼突然倒塌 因为施工人员是从大楼后面往前方拆除 导致了大楼直接倒向大马路上 经销赶到现场后不敢大意 立即在现场展开搜索 确认后并没有人员伤亡 所以到目前为止现场我们根据现有的锦销人员的特修队的救助现场呢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人有被压榻有伤亡的发生 这是锦销部份第一次跟我们回报的讯息 所以摩托车是没有被压到的 没有 目前没有 不摩托车没有 因为那部摩托车目前得到监视器的经过是已经经过经过现场 记者花莲市采访报道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